马拉基书第一章 以下是耶和华借马拉基对以色列宣判的话 耶和华说 我爱你们 你们却说 你怎样爱了我们呢 耶和华说 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 我却爱雅各 勿以扫 我使以扫的山地荒凉 把他的产业给了旷野的豺狼 如果以东说 我们虽然遭破坏 但仍要把废墟重建起来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他们持管建造 我却要拆毁 仍要称他们为罪恶的境地 为耶和华永远恼怒的子民 你们要亲眼看见 也要亲自说 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地以外 必被尊为大 万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 藐视我名的祭司啊 儿子尊敬父亲 仆人敬畏主人 我若是父亲 我该受的尊敬在哪里呢 我若是主人 我应得的敬畏在哪里呢 你们却说 我们怎样藐视了你的名呢 你们把污秽的食物 陷在我的坛上 你们竟说 我们怎样污秽了你的坛呢 以你们以为 耶和华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把瞎眼的献为祭 这不是恶吗 你们把瘸腿的和有病的献上 这不是罪吗 你把这样的礼物献给你的省长 他会喜欢你或是悦纳你的礼物吗 现在你们要向神求情 好使他恩待我们 这污秽的祭物既是你们经手献的 他还能悦纳你们吗 万君之耶和华说 真愿你们当中有人把殿门关上 免得你们在我的坛上突然点火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不喜欢你们 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礼物 万君之耶和华说 从日出到日落的地方 我的名在列国中伟大 在各处都有人向我的名烧香 献上洁净的礼物 因为我的名在列国中伟大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却亵渎了我 因你们以为主的桌子是污秽的 桌上的食物也是可藐视的 你们又说 哎 真麻烦 你们就嗤之以鼻 耶和华说 你们把抢来的 瘸腿的和有病的带来做礼物 我怎能从你们的手中收受呢 万君之耶和华说 凡以家畜中公的许了愿 却又诡诈的拿有残疾的献给主 那人当受咒诅 因为我是大君王 我的名在列国中是可敬畏的 马拉基书第二章 祭司啊 现在这命令是给你们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若不听从 若不放在心上 不把荣耀归给我的名 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中间 我要咒诅你们应得的福分 并且已经咒诅了 因为你们没有把这命令放在心上 我要斥责你们的子孙 也要把粪涂抹在你们的脸上 就是节其寄生的粪 人要把你们抬到粪堆去 万君之耶和华说 这样你们就知道 是我把这命令给你们 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得以存留 我与他所立的是生命和平安的约 也把这些赐给了他 我要使他敬畏我 又畏惧我的名 在他的口中有真理的教训 在他的嘴里也没有不易 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 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 祭司的罪当保存之事 人要从他的口中寻求教训 因为他是万君耶和华的使者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却偏离了正路 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你们也破坏了我与立位所立的约 因此我也使你们在众人面前被藐视 受轻看 因为你们不遵守我的道 在律法上寻人的情面 我们不是同有一位父吗 不是同一位神创造我们吗 为什么我们个人对自己的兄弟不忠 亵渎我们列祖的约呢 犹大人行的诡诈 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做了可赠的事 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爱的圣所 取得侍奉外族神的女子为妻 行这事的 无论是主动的或是服从的 连那献礼物给万君耶和华的 耶和华必把那人从雅各的帐篷中除掉 你们又行了这事 使眼泪哀哭和呻吟盖满了耶和华的痰 因为耶和华不再垂看礼物 也不喜悦从你们手中收纳 你们还问 为什么呢 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年轻时索取的妻子中间作证 他是你的伴侣 是你立约的妻子 你竟对他不忠 一个还有灵性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他会做什么呢 他会寻求神的子孙 所以要谨守你们的灵性 不可对年轻时索取的妻子不忠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我恨恶休妻和以强暴待妻子 万君之耶和华说 所以要谨守你们的灵性 不可行诡诈的事 你们用自己的言语使耶和华厌烦 你们还说 我们怎样使他厌烦呢 因为你们说 作恶的耶和华都看为善 并且喜悦他们 或说 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马拉基书第三章 万君之耶和华说 看哪 我派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 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使者 就要来到 可是他来的日子 谁能当得起呢 他显现的时候 谁能站立得住呢 因为他像炼金之人的火 又像漂布之人的剑 他必坐着 像凹炼和洁净银子的人 他必洁净利位人 炼净他们 像炼净金银一样 这样 他们就会凭公义献礼物给耶和华 那时 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礼物 必蒙耶和华悦纳 正如古时的日子 也像往昔之年一样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必临近你们实行审判 我要快快指证那些行邪术的 犯奸淫的 骑甲氏的 在宫前上欺压故宫的 欺压孤儿寡妇的 屈往寄居的 和不敬畏我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们雅各的子孙 也不会灭没 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 你们就偏离了我的律例而不遵守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必转向你们 你们还问 我们要怎样回转呢 人怎可抢夺神之物呢 你们却抢夺属我之物 竟还问 我们抢夺了你的什么呢 就是抢夺了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祭物 你们要受严厉的咒诅 因你们全国的人都抢夺了属我之物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部送入仓库 使我家中有粮 借此试验我 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窗 把福气倒给你们 直到充足有余呢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必为你们斥责那吞吃者 不容他毁坏你们地上的果实 也不让你们田间的葡萄在未首已先就掉下来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万国都要称你们为有福 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耶和华说 你们用无礼的话顶撞我 你们还问 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 你们说 侍奉神是白费的 遵守他的吩咐 在万君之耶和华面前哀痛而行 有什么益处呢 现在 我们称骄傲的人为有福 作恶的人得见利 他们虽然试探神 却得以逃脱 那时 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 耶和华也留意细听 在他面前有记录册 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 万君之耶和华说 在我实行作为的日子 他们要赎我做特别的产业 我必连续他们 好像人连续那服侍自己的儿子一样 那时 你们就要再看除 一人与二人 侍奉神的人和不侍奉他的人之间有什么分别 马拉基书第四章 万君之耶和华说 看哪 那日来到 像烧着的火炉一样 骄傲的和作恶的都必成为碎阶 那要来的日子 必把他们烧尽 不给他们留下一根一枝 可是 对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太阳升起来 他的光线有医治的功能 你们必出来跳跃 像蓝里的肥牛犊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必践踏恶人 在我实行作为的日子 他们必在你们脚掌之下成为尘土 你们要谨记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就是我在和列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和典章 看哪 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已先 我必拆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 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击打这地 以致完全毁灭 我还是想在哪里去 我可以找你 我一直现在的心转向家 你会让我去 你 对